真实的建树是建树自己的道德 建树自己的形象 这是真的 如果把自己的德行跟形象 这两种建树束活掉了 你所有一切的建树 纵然是你有这个能力 想良无敌 替佛门造这个寺院丛林 四百八十座 帮助人出家十多万人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 真叫大手笔 对佛门的建树 历史上自古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良无敌 大魔祖寺到中国来 他们两个见了面了 梁无敌很得意啊 说出他这些建树啊 意思要大魔祖寺给他印证 功德多大 大魔祖寺说实话 绝不巴结人 绝不奉承人 绝不讨好希望对一点什么利益 直话直说 并无功德 梁无敌听了很不高兴 扫兴 不欢而散 不护持他 大魔祖寺 大魔祖寺也很难得 找到少林寺 在那里面鼻九年 等到一个失货的慧口 传发给他 梁无敌做的那是什么呢 哥都说福德 他做的是福德了 不是功德了 你修这么大的福报 你来世一定会享福 还是在六道 除不了六道轮回 所谓是 三界游漏的福报 他修的是这个 他不是功德 如果是 庄严自己的道德 建树自己的道德 建树自己的德项 道德的形象 这是功德 大魔祖寺 一定称赞 孔老夫子的学生 不少啊 特别赞叹 延回 为什么 延回建树的是 道德 道行 德项 这是值得赞叹的 夫子赞叹 如果要向 大魔祖寺提呢 大魔祖寺一定很赞叹 于是 我们这才懂得 真正的意思 是要实现 无边色相 建树自己的 形象 学佛的形象 要把佛在经论上的教诲 从我们这个形象表现出来 感化众生 这种事先 永远没有间断 天天如是 百年如一日 时间久了 感化的力量就升了 感化的面呢 自然就扩大了 只要有几个人被你感动 那几个人会宣传 会介绍 某一位大德 有德行 学会的贤大 凉目道德之人 他自然会来参与 故事后 凉迟大 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吗 他一个人 在杭州云旗山 看到这个地方呢 还不错 风景很好 环境非常幽静 自己在那大个茅棚 静修 日久天长呢 被人发现 有一些人上山上去玩 看到这茅棚 看到一个出家人 进去坐坐 给他聊聊天 发现这个和尚不俗 很有学问 有修养 有德行 于是下山之后啊 就告诉别人啊 告诉他的朋友啊 一船十船盆 连吃大四 小茅棚 大家都知道了 在闲的时候啊 都到那边去参访 许多 凉目的 出家 在家的同修 都希望亲近他 那时候反正是山地 也没有哪个主的 于是旁边 小茅棚就搭了很多过 以后自自然然形成了丛林 从自己 身心上 建树道德的典范啊 这是真正称赞 祝佛如来 无量无边功德 我们要懂得学习 他给当时 给后代 做了好样子 阿 尼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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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陶 阿尼 monk